今天要玩的是盜版的傳說對決 馬洛斯竟然變成世界BOSS 而這個造型就是傳說對決的 幽暗冥王馬洛斯造型 直接整個超過去 有沒有很熟悉 有沒有像新手訓練 剛凡恩踏入傳說對決的時候 沒想到我的導師叫薇娜 你不要騙我 你連造型都是克里希 你至少連衣服也換一下 你看起來很厲害嘛 我知道克里希 你都知道 在中路常常嘗到我的甜頭 更好玩的是 我第二個面對的NPC 他叫做斯加利 連造型根本就是特爾安納斯 你不說我以為是傳說對決3.0 最近呢在IG上有一款超級熱門的 就是這款盜版的傳說對決 裡面非常多模組都是借用傳說對決的 艾拉你知道她是誰嗎 沒有錯她就是沒有耳朵的莉莉安 還有雨傘被沒收了 還有九根尾巴全部都不見 哇這個真的是有夠偷懶了 原來莉莉安沒有尾巴的造型是長這樣 啊這個是誰 這個是我不知道可能又是 從某一款遊戲偷過來的 好了那這個時候我飛到另一張地圖準備結 第二張的地圖的時候 勞倫斯隊長你以為你是美國隊長嗎 你明明就是莫托斯 連盔甲造型都一模一樣 還我那個骷髏頭的莫托斯 感覺現在大陸非常多特別的遊戲 就是呢把每一款遊戲都 偷一點點過來 偷一點點過來 偷一點點過來就變成一款全新的遊戲了 那我在這邊就不分享這款遊戲了 因為這款遊戲真的是讓我覺得 非常好笑都不知道該怎麼吐槽 我在前面就已經看到了 蝴蝶 克里希 然後特安娜斯 再來就是莉莉安 現在又看到了莫托斯 這個莫托斯蠻有趣的 他連任務的都一樣 他說他要守回城堡 就像真實的莫托斯 他就是一個王子一樣 超級偷懶 左邊有莫托斯 走到旁邊的橋口 又有一個莫托斯 怎麼樣 他以為他是神奇寶貝的喬伊小姐 還是那個 喬伊小姐還有誰 那個警察小姐 到處都是什麼莫托斯的兄弟 勞倫斯隊長 然後走到後面那個 你也叫勞倫斯隊長 拜託你NPC也至少 換一個吧 他的背景就是 非常非常 免洗手遊的背景 然後你可以看到 從玩遊戲到現在喔 我完全都沒有動 自動練功開啟之後 我完全沒有動 我現在是怎麼樣 我就是在耗電 就是在排放 二氧化碳 天啊地球這樣 看來是被我毀滅的 而且這個怪獸 又是什麼怪獸 全部怪獸都站在中間給我打 打到爽為止 怪獸完全不會互相幫忙 其實我覺得這種練功遊戲 最奇怪的地方是 當你看到同類被打的時候 你還是呆呆地站在旁邊看 你的同類被打 這種設定很明顯耶 在玩這種練功遊戲 我都一直覺得非常奇怪 感覺是無盡的影分身 怎麼打都打不完 在升級之後呢 我們繼續來尋找 還有什麼傳說對決的英雄呢 在這個即將改版的 戰尼爾盛典的第四章之前 到了別款的網路遊戲去打工 好 把這一些 嗯 一直走怪的NPC 我的大絕招真的是有夠帥的 你在這個遊戲還有發現 哪一款遊戲的角色在這邊打工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讓我知道 如果你喜歡這系列的吐槽影片的話 也歡迎對影片按下喜歡 讓我知道未來會找更多這種 很奇怪的網路遊戲跟大家分享 好吧 打這些已經沒有什麼意義了 我們就到下一張地圖去 欸 勞魯斯隊長再見了 放完一個霹靂大鳳凰屁之後 哇 有彩虹 愛安 看到了一個女髮師 完全又是別的遊戲 她叫做愛莉 手自動撿了旁邊的寶箱 我也不知道究竟發生什麼事情 莫名其妙就升級 這邊有一大堆沙威馬 好 沒有關係 舞者大叔 一個黑暗的光頭哥哥精靈 那我的技能現在非常強 這邊有一大堆長得像沙威馬的沙威豬 讓我擊殺 舞者大叔在左邊又直接跑到右邊 這個遊戲真的是有一點點偷懶 這個時候 步步恰恰使用一個輕功放了一個屁之後 飛到了另一個地球去 捷克馬這個造型 怎麼好像是 是什麼遊戲我有點忘記 如果你知道這是哪一個遊戲的話 也歡迎跟我們分享 這個時候得到了一隻寵物 有菲尼克的皮膚 霸風特的頭髮 妖精的耳朵 這是我的新寵物嗎 這款遊戲真的是太好笑 這邊有一大堆 不知道是什麼的一拖拉庫的怪在這邊 捷克馬從剛剛旁邊又直接瞬移到我的旁邊 這個時候開啟一個神秘的部分 法師阿倫 你該不會是圖倫的親兄弟之類的吧 又跑到了旁邊有個手臂關 如果殺這個造型在哪裡 感覺又是一個看過的造型 在後面還有非常多傳說對決的英雄 感覺會陸續的出現 好了那這個時候開啟了神秘的Boss展 深淵的裂縫正在源源不斷 用出惡魔對聯軍造成很大的壓力 必須在局勢失控以前控制他 好了那一開始 到了深淵投影看到一大堆的沙薇瑪豬 不但讓我做成沙薇瑪大餐 好了來囉來囉 繼續輕盈輕盈 請到最後會有什麼神秘的怪獸出現 我又升級囉 而且你看他連道具都很有趣喔 他的道具叫傳戒無懼戒指 哇馬洛斯來了 哇連攻擊的方式再來一個橫砍 不錯不錯不錯 整個直接抄起來 該不會打到一半還會變身吧 看來是不會變身 不過這隻呢馬洛斯的血也未免太多吧 有22條血這個血量 這個血量 也多的太誇張 還有這個馬洛斯也打太陽了吧 哇果然出來就是要放水 我知道我知道 馬洛斯你想要低調 你太高調打得太痛 大家會把你照起來上網問攻略 欸這個不是傳說對決的 馬洛斯嗎 武器造型顏色就是變得比較大隻一點 這樣子還是有點說不過去啊 你根本就是整個原封不動的超超過來 真的不知道該說什麼了 好了那我們就趕快 把這隻巨無把馬洛斯擊殺掉吧 這個遊戲呢 最近在IG上非常紅 我真的覺得非常好笑 裡面有非常多傳說對決元素在裡面 嗯 馬上就去下載 我也問了很多 因為是貼在一個 應該是泰國還是越南的 IG帳號然後他就 我就問他說這遊戲叫什麼 馬上去下載還非常難找欸 因為你打英文還找不到 你還要打這個遊戲的中文 哇 找超久 至少找半個小時才找到 好了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謝謝你陪我一起玩這個 盜版的傳說對決 馬洛斯就這樣輕輕鬆鬆的被我打敗了 如果你喜歡這系列的影片的話 別忘了對影片按下喜歡 讓我知道所有的留言 我都會一回覆你 謝謝你看完今天的影片 這不是業配 這是一個單純的吐槽 好了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了 掰掰囉 各位